为什么抄体对抗只有海岛图呢? 抄体对抗真的是非常好玩,让人欲罢不能 那么为什么抄体对抗只有一张海岛图呢? 其实有三个原因 一,海岛图玩的人最多 海岛图是吃鸡的第一张地图 玩家对这张地图是最熟悉的 玩的人也是最多的 而且连经典模式的默认地图都是海岛图 现在几乎每个白猛活动都是放在海岛图 也说明这张地图多受人喜欢 最关键的是海岛图地图让人看起来很舒服 节奏也是最适中的 所以把创意工坊的新模式放在海岛图很适合 玩家没有学习成本,会很自然的接受 二,海岛图最公平 海岛图是目前吃鸡所有地图中最平衡的 没有沙漠图那么依靠狙击枪 也不像雨林那么多花草树木老六横行 也不像雪地玩起来眼睛难受 也不像后出的几张地图 十几分钟一举就结束了 它的每个建筑地形都是当初最用心设计的 因为最公平,所以才把超级对抗放在海岛图 三,创意工坊其他模式也只有海岛图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创意工坊的五种模式都只有海岛图 其实如果其他模式加入了新地图 那么其他模式肯定都会跟进 但其他模式也只有海岛图 所以想上线新地图也上不了啊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啦,我们下期见